包括了国土保育问题在内 最近接连有几位内阁部会首长的发言 引起了争议 而行政院长江仪化今天特别指出 行政团队的行动并不是任何一个人 向英雄似的往前冲 而是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他还点名了四个部会 要求未来推动政务 必须要更积极又魄力 国土保育议题 内政部长李鸿源 4号在立法院备训时表示 不会主动公布 亲近违法民数的名单 还说这件事情是政治问题 但事隔一天 李鸿源却改口说 会在两周内公布名单 会有这样的改变 传出是因为行政院长江仪化 五号亲自打电话给李鸿源沟通 强调全省内可以立即处理的问题 应该没有政治的考量 六号在国家永续发展的 颁奖典礼活动上 江仪化提及国土保育议题 强调行政团队要的 并非个人英雄式的往前冲 行动并不是任何一个人 像英雄式的往前冲 所创造出来的那一种事迹 叫做行动 行动是必须结合众人之力 虽然每一个人的个性 想法不尽相同 但是大家有办法协同一致 为了一个公共利益 或公共的善 而去团结在一起 而李鸿源六号到屏东访市时 给了明确的答案 强调两个星期内就会公布 清净违法民宿名单 在两个礼拜之内 会把这些民宿的位置 他们到底是在高危险 中危险地危险都会公告 这是技术考量 这没有政治考量 对对对 还有经济会主委管中敏 竟然因为言人说成为剑靶 五号的行政院会 这样一话还点名了 经济部瓦斯费调整 没有积极说明 引起社会很大疑虑 还重话批评东海防空识别区 各部会没有在第一时间 把资讯对外厘清 江一华接连点名四部会 处理正事 必须积极有魄力 要求行政团队拴紧发条 记者台北屏东 综合报道